第四季节目 干妈 敏君啊 你总算回来了 干妈 你急着打我手机 说红霞怎么了 敏君 邵华这一次 一定要给红霞一个交代 交代什么 什么交代不交代 敏君 邵华说她要娶红霞 好好好 你忙你的好不好 这事我来处理 你进 你进 干妈 不要紧的 我只是没想到 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真的都是我不好 我倒是想帮你解决 我就跟她说耳朵是从事假的 我最多是个态度不好啊 想不到她扭头就往楼底上跑 要往下跳啊 我没有办法了 赶快把邵华他们请过来 邵华是逼不得已 就随便说了一句话 不算数的呀 别往心里去 干妈 我明白的 我明白的 邵华 她睡着了 你照顾了她老半天一定很累 我泡了人参茶给你喝 你先喝吧 等一下红蝦醒了就给她喝 少皇 少皇 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 你别走 你离开我 我在这儿 你先睡吧 我喜欢你 明君 你知不知道刚才 红霞发生的事情 我刚刚听说了 你知道了 那为什么你没有追问我 还这么平静 你要我问什么 你应该问我 为什么要答应红侠 为什么 少华 我知道当时的情况 十分紧急 你也是不得已 为了救红侠 才会这么说的 可是 话都说出来了 你该怎么做 所以 我问你有用吗 我问你 只会让你烦恼 我知道 事后你一定会跟我谈的 我现在的心情好乱好烦 少华 如果你觉得有需要的话 我可以去跟红侠当面谈谈 你去跟红侠谈 大妈说 她跟红侠讲了一些话 刺激了红侠 才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想 如果我跟红侠好好谈谈 应该有办法解决 可是现在她心情还没有平静 我怕她又会 少华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会在你身边的 就算你跟我离婚 千万别这么说 我从来都没想过要跟你离婚 现在将来以后 我都不可能会跟你离婚的 你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 以后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我都会在你的身边 你一定要相信我 用你这句话就够了 我都会在你身边 我和上 我都会在你身边 就这一句话 不顾得要是 我匹备不顾得要是 现在测评 bug 我都会在你身边 就想不到 你帮助共产生 你发生事 现在你必顾得要大便 他进了这个公园 等我把车停好以后 进来就找不着他了 跑哪儿去的真是 真是急死人了 光耀 都怪你 绍康在医院里待得好好的 你干嘛非把他接回来吗 我这也是为他好呀 护士说他偷着喝酒 天天喝 谁拿他也没办法 我把他接回来 把他交给你 让你好好地劝劝他 谁知道会发生这种事的 好了好了 我也不想听你唠叨 还不赶快去找 谁在唠叨我真是 赶快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跑得快干嘛 快点 走 走 累死了 好 好 冲冲 冲冲 冲 哎呀 冲冲 哎呀 哎呀 怎么样 可不可 喝啊 那你去买水了 哎 你看 哎呀 你什么 你怎么那么聪明啊 哎 哪哪哪哪 哪 哪 你喝 你喝呀 你喝啊 你喝呀 好喝 是吗 好喝 是吗 好喝 不行啊 对吧 我只想再拥有 你的温柔 不想独自在街头 平常寂寞 是否能再停留 在你左右 我不愿再次蹉跎 只为你等候 别说 你眼中已经告诉我 回忆回忆一休 虽然离去我依然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小语 你在哪里 少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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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喝酒 别喝 少康了 你把妈急死了 到处找你 走 走 跟妈回家去 回家吧 走走走 走 回家 回到冷清的房间 让我想到小语 我会更心痛 少康 少康 别想这么多啊 身体要紧 跟妈先回家 回家再说 走 听话 我们先回家 等会儿走 走 大哥 你每天都来陪洪霞出去散心 让洪霞的心情也平静很多了 明俊 明俊 你怎么今天对我这么生疏啊 以前 你都是直接叫我姓名的 我现在是你妈妈的干女儿 所以我应该叫你大哥 明俊 你是不是怪我 太惯心和照顾洪霞的 我知道你是个公司分明的人 你帮洪霞也没什么 我是一个不善意表达自己的人 其实我一直很喜欢你 我知道你有老公 所以我一直把他放在心里头 没有说出来 但是这一次 洪霞为少华付出太多了 我希望你能忘了少华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忘不了少华 我跟他还没有离婚 他今天还是我老公 你怎么可以对我说出 这种不礼貌的话呢 明俊 我是认真的 我爱我老公 我爱我的孩子 我爱我的家 在我心里面 容不下别人 就算我跟少华分开了 我也不会喜欢你的 静德 我准备好了 我准备好了 那 你在这儿等着 我去开车去 洪霞 你在叫我吗 我能不能跟你谈一下呢 要跟我谈 嗯 嗯 洪霞 少华跟我说 他要照顾你一辈子 你说 少华要照顾我一辈子 嗯 敏君啊 我对不起你 我不想破坏你家庭吧 至于静德的做法 那是他自己的想法 还有我大哥 不停地给我打国际长途 弄得我都快精神崩溃了 敏君 你不会怪我吧 如果是少华的决定 我怪你做什么 洪霞 你也知道 我跟少华生了一个女儿 我跟殷杰的关系也很好 我不可能那么容易 你把我老公让出去 洪霞 就算我跟少华离婚 我可以跟你说 他的心在我这儿 而不在你那儿 你 我知道这句话 对你来说是很绝情 很难听 但是 这是事实 我相信我老公 无论他答应你什么 他有他的道理 我知道 他一定不会伤害我 对你 他只是暴答 你别说了 你别说了 我也不想这样抢少华了 我也希望你们俩 能够一辈子在一起 我能够把少华忘掉 可我做不到 其实 我是个受害者 可现在没什么我在逼你们 我已经是个惨悔的人了 可如今我又变成了一个坏女儿 我实在没法接受这个事 没有人会动静我 也没有人会跟着我 胡霞 胡霞 我去倒杯水给你喝 是大哥 我是红霞 效果说我要自杀 大哥你放心吧 我不会的 嗯 少华 答应我了 说要娶我 照顾我呢 对 你放心 靳德也会照顾我的 少华还说 如果他下午跟敏君办离婚的话 马上就跟我去办公证 大哥 你一定要来参加我的婚礼 呼吸了 大哥 你等会儿啊 敏君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敏君 你要怎么做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是 我不知道 不认你教我怎么做 你要我来教你 你不是马上给少华打电话吗 我打电话给少华 告诉他你没有耳聋 你耳朵没有问题 你是不是要我这样说 所以我说 你不知道 敏君 敏君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你不要告诉他好不好 这关系到我幸福的问题 我不能答应你 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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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 我求求你 每年 medicinal 我们 吴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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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嘉雯,你是在吹我吗 我怎么一点都听不见了 你快告诉我,我怎么了 我到底怎么了?你快告诉我 没事 没事 我的头怎么这么疼啊 他怎么了 怎么那么长啊 我手下 你没事吧 我想 大哥 你等会儿啊 我真想不通 为什么人给人之间要这样欺骗你 他怎么可以骗得那么致 那么像 他怎么可以拿自己的生命 去还玩笑 始聪是假的 那么他去跳楼也是假的 那跳楼 是为了给少华去娶她 红霞 你的心气怎么这么重 陈瑜没说错 如果是这样 他的婚姻也是给红霞害的 我该怎么办呢 不行 我一定要告诉少华 全家人给他骗得这么团团转 他太过分 太可恶了 李婷 谁太过分太可恶了 你的手怎么一直在抖啊 还这么冰凉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我没有不舒服 那还是什么事情让你气成这个样子 我从来没有看过你这么激动过 是不是红霞跟你说了什么 少华 有一件事我一定要跟你说 你说 就是 就是什么 敏君 你怎么说话吞吞吞吐吐的 如果我跟少华说 龙霞失聪的事是假的 少华一定会暴跳如雷 虽然他的手段不正常 但是他之前 为了我们王家 把这间房子买回来 拿钱光售华 让我们王家的事业 能重新在商场上站起来 这些都是事实 如果我说出来 会抹上他对我们家的付出 牺牲的这一切 而且 而且 我如果把这件事说出来 不是会顾问一个女人的名解吗 敏君 你在想什么怎么不说话 你不是要告诉我一件事的吗 少华 虹霞跟我说 他不忍心拆散我们夫妻 所以去找静德谈谈 如果是这样 你刚为什么发那么大脾气 这不需要发脾气的 没有 我只是气 我们夫妻 为什么从结婚到现在 会有那么多的波折 会发生那么多事 我好累 我真的好累 你千万不能感觉到累 你想想 天底下有哪个家庭 没有风风雨雨呢 我们之间越有波折 我们就要更努力地去克服它 姐 我们未来的路还很长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既然 请不吝点赞 也订阅 我 لي sit Stu 有客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办 我抓龙的事被敏军识破了 他会不会跟少华说呢 他会不会跟爸妈说呢 他这一说出去 那我的面子不就全没了 我为王家所做的一切 不就全白费了 部长 我不能让他们轻视我 取笑我 顾佳 你要去哪儿 郑哥 谢谢你这一阶段 对我的关心和支持 不过 不过什么 我不管怎么做 总是不对的 我不想破坏他们夫妻的感情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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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回美国去 从我在上次外面跟你谈完之后 我就发现你不对劲 告诉我 为什么你的转变会这么大 我 是 红翔 这幸福马上就要到手了 你可要努力才行啊 不能逃避 知道吗 这样 你好好休息一下 我知道你不想见到云俊和少华 他他们会影响你的决定 你的事情我帮你去处理 静德 你看 边有鱼 有菜 静德 少华 你知道吗 红翔这一次真的想回美国了 我不知道敏君跟他说了些什么 他一个人在我家里魂不守魄的 敏君 你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 请你告诉我好不好 有这种事吗 静德 红翔 你来得正好 当着我们的面 你把真正的原因说出来 你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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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白问吗 既然红翔是真的心胸宽大 你为什么不顺着他的意思呢 他们之间说了什么 是他们的事 你不需要用这种口气来自问老婆 红翔 到了这个时候 我不说也不行了 明君 我求你 我求你 明君 有什么话就直接说 不要隐瞒 雍翔说 他心里很矛盾 他爱你 也希望你幸福 在这段相处的时间里面 他认为我是一个值得交的好朋友 他不想破坏我们的感情 红翔 谢谢 我已经想通了 现在 少华的心不在我这儿 明君说得对 即使我得到他整个人 我也得不到他的心 这有什么用呢 不错 我跟明君永远不会分开 我跟他的心 永远连在一起 你不听 我 洪霞 少华 你快去看看他 洪霞 洪霞 你要跑去哪里 洪霞 洪霞 你有听到我在喊你 少华 少华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不要再说了 洪霞 你刚才所说的一切 我真的很感动 谢谢你 你谢谢我 没错 你体谅敏俊 你也替我设想 我真的很感激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而我只想到自己 我真的太自私了 少华 事事不是这样吗 是什么 是我在骗你 你骗我 你骗我什么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好 我 我 少华 我明白洪霞的意思 他说了不想跟你结婚 他说了不想跟你在一起 其实他爱的人是你 他想在一起的也是你 你 你骗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洪霞 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 你爱少华这是事实 不过 我比你运气好一点 是因为我可以跟少华在一起 而你所做的一切 都让我们很感动 你 是啊 洪霞 我跟敏俊 都很感激你 我也希望 你能够找到一个疼爱你的男人 少华 你不要再祝福我了 我不要 我情愿孤单单一个人 洪霞 你不要这么说 你越是这么说 我心里越难过 少华 你让我单独跟洪霞 谈一谈好不好 我相信 我能安抚他的情绪 我看你 你为什么不拆穿我 你为什么要请我隐瞒呢 洪霞 如果我拆穿你 那你所做的 所付出的一切 不是白费了吗 别人会怎么想 我现在已经不管别人怎么想你 我只知道 我对不起你们 我玩弄了你们 我欺骗了你们 我知道 你买回了房子 毕少华跟你在一起 是为了爱 你出钱帮少华的事业 是为了爱 你为少华挨那一棍 也是为了爱 好了 你不要再说了 你越这样说 我越觉得惭愧 觉得难过 我这种爱 是不择手段的 没错 你这种爱 是不择手段的 但是 你得到了吗 我 红霞 我同情你 我也感谢你 不过 我只能跟你说对不起 因为你跟少华 真的没有缘分 我知道 那一次 那一次 我已经知道 我们俩没缘了 那一次 我替少华挨了那一棍 当我醒来的时候 我发现 我的耳朵被纱布拳包住了 几乎听不见 于是 那个想法就冒出来了 我要假装耳朵 我要冒充残废 来引起少华对我的同情 来引起妈妈对我的关系 透过这一天 来逼你离婚 所以 你必须要假装下去 所以 不过 骗人是很痛苦的事 你说了一句话 你就要用十句 一百句的话 来圆你说的谎话 对吗 我不是有意的 我是没有办法 我必须要骗下去 我都已经了解了 允君 我这样是不是很卑鄙 很自私 很无耻 弘响 我不是说了吗 你是为了少华 何必再贬低你自己呢 允君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 你这样的话 我没有脸面见大家的 每个人的做法都不一样 我不能阻止你怎么做 同样的 你也不能干涉我怎么做 我说不说就不说 谢谢你 真的谢谢你 是 凤霞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还能怎么样呢 我只能回美国去 不过这一次 我真的没有白回来 就像你说的 我帮过王家了 我也对我所爱的人 表达了我所有的爱意 最重要的是 我认识了你 认识了你这样一个好人 多了你这样一个好朋友 敏君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我当然愿意了 红霞 不管怎么样 我都欢迎你回来 我一定回来看你的 敏姬 我认识你之后 我的心轩宽宽了很多 我要告诉你 我爱上话 不过 这份爱已经远远比不上 认识你这个朋友那么有价值了 我想到 我当时都有一百叶子 我当时都有一百叶子 我当时就买你了 刚才我laub在你了 净德已经帮我飞机票也订好了 凤霞 你回到美国以后 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啊 你们也是 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关心 妈 我临走之前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你说 你说 你有这么好的媳妇陪伴你 你真的是很幸运 妈 你一定要牢牢地抓住她 别让她跑掉了 我知道 可是我想 妈还是希望你能留下来 妈 我答应你 我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的 我认为你 买温 她 我给你回来看看 让我谢谢大家 听我 为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少华 洪霞 真的要走了吗 放心吧 我一定会照顾好洪霞的 到了那边 我会给他找最好的医生 我相信一定会医治好的 能医治好最好 洪霞 我不知道你这么着急要赶回去 要不然我可以陪你回美国治疗 好了 你不要再说下去了 敏君 我能和少华再谈谈吗 好啊 好啊 敏君 我为我之前的事情 向你道歉 大哥 你别客气 我希望洪霞能够快乐 如果他回美国以后觉得不开心 我欢迎他随时回来 别客气 我可以照顾他 我也能有个伴呢 谢谢你这么关心洪霞 难怪少华会这么爱你 如果你要是没有结婚之前 我一定会追求你的 你是说真的 还是故意取笑我 当然是说真的了 洪霞 怎么哭了 要离开你 我当然心里很难过 很心酸 我舍不得你 少华 其实 我们俩也有过 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 不过我这次回来看到你 我真的很快乐 但是 我必须走 因为 我知道 因为你要治疗耳朵 你一定会好的 到时候 我会去美国看你 不 少华 我治好耳朵以后 会给你打电话的 答应我 千万别到美国来好吗 少华 你最后再答应我一个条件吧 什么要求 明俊是个好女人 值得你去爱 再说 我们俩也会成为好朋友 不过 你要是对明俊不好 小心我饶不了你 你放心 我爱你 我爱你的心 永远不会变的 不过 明俊更适合你 你别这么说了 你也是一个很好的人 有你这句话 我真的很满足 少华 最后 你能不能再抱我一下 公侠 公侠 明俊啊 你要是碰到陈玉 一定替我道歉 告诉他 有时间我会弥补的 还有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要是少华敢欺负我 一定告诉我 不会的 你放心 少华对我很好 你也知道他这个人 我当然知道了 少华最大的优点 就是不打老婆 好了好了 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应该出发了 别难过了 别难过了 啊 只是不知道 陈玉现在在哪里 我有一些落寞的感觉 谢谢你 陪我走过这么多风风雨 我是你老婆 这是我应该的 陈玉现在在哪里 我恋爱你 多年后 原来你仍然认识我心痛 在梦里你的面孔 依然甜美的笑容 我没醒来 不知所措 漫步在我们长去的街头 想起过去种种你的温柔 一个熟悉的声音 出现在我的眼眸 想问你是否还记得我 我只想再拥有你的温柔 不想独自在街头 平常寂寞 是否能再停留 在你左右 我不愿再次蹉跎 只为你等候 别说 你眼中已经告诉我 回忆回忆一休 虽然离去我一人为你守候 我只想再拥有你的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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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